那我請教董老師 你怎麼觀察習近平的公開談話 今年的上海合作組織 這個會議開得很有趣 本來上海合作組織是唯一 中國正式成立的國際組織 那個博鳳論壇不算 因為他只是論壇 當時中亞五國 這個經濟靠中國 安全靠俄國 所以說是中國出錢 俄國出槍把它辦起來的 不過隨著成員國越加越多 上海合作組織 它內部的矛盾也會越來越大 你看它本來是以反恐為民意 成立的組織 這什麼意思 就是中國的儒教 加上俄國的東正教 兩個加起來去壓制伊斯蘭教 從宗教的角度來看 文明的衝突 不過二零一七年以後 印度巴基斯坦這一對四仇冤家 也加入了 什麼意思 印度教也加入了 二零二三年 今年更有趣 伊朗 伊朗從宗教來看 它是伊斯蘭教的極端派 什葉派 什葉派也加入了 這就表示說上核組織它的內部已經更複雜 未來會更有趣 剛才談到邪惡軸心 我覺得是談不上 為什麼 很簡單 邪惡軸心 中國俄國伊朗算邪惡軸心 不過下面印度在幹什麼 印度一看混水摸魚 中亞五國在幹什麼 身不由己 巴基斯坦 我覺得巴基斯坦加入 可能是上當受騙 然後明年白俄羅斯要加入 這就有趣了 白俄羅斯是另外一個東正教 意思是白俄羅斯加入 從宗教是不是要去平衡 這個伊斯蘭 伊朗的加入 好 那說上核組織呢 要軍事上要模仿北約 要對抗北約 我覺得這個就差更遠了 怎麼說 因為中國的官方早就說過 上核組織絕不走北約的老路 其實也走不了了 第一個理由 中國的外交原則是不結盟 第二個理由 印度的外交原則也是不結盟 第三個就是說 你看上核組織過去的歷年來的軍事演習 和平使命 都是以反恐為目標 以陸軍為主要的力量 他不是真正那種國家集團間的 那種戰爭的演習 他不是 那其中烏茲別克更有趣 他的態度是最冷淡的 他不派兵參加的 他指派觀察員 好 2022年去年1月 哈薩克不是發生暴動嗎 首都發生暴動嗎 結果普丁以反恐為名義 派兵進去哈薩克的首都平亂 這什麼意思 沒有找中國啊 沒有找上核組織啊 那上核組織反恐反了反了那麼多年 不是空話一句 如果上核組織以後還要聯合軍事演習 我就不知道該怎麼做了 很簡單 中國跟印度有邊界衝突啊 然後呢 印度跟巴基斯坦也有邊界衝突啊 然後現在伊朗又搶一腳 那未來這個這個上核組織的這個軍事演習會不會假打變真打 那就有趣了 好 最後更有趣的瓦格納兵變成為這個會議的這個禁忌的話題嘛 普丁在這個會議裡面大談我們俄國政界軍隊人民的團結是前所未有的鞏固 然後其實呢普丁跟習近平一樣心裡面啪的要死啊 兩個一起在反對所謂的外部勢力干涉嘛 反對顏色革命嘛 可是問題是堡壘的內部如果沒有裂縫的話 外國勢力你要怎麼見縫插針嘛 就像你瓦格納 那個是你普丁的清兵部隊 那個不是西方能夠煽動的 再加上習近平6月30號求是雜誌的講話 才剛剛講過什麼意思 就是說這個中國如果會像蘇聯一樣垮台顏色革命 問題來自於共產黨的內部 還不是這個外國勢力的這個干涉 共產黨內部的現在問題一大堆 習近平講的不是我講的 裡面包括什麼 黨內有腐敗 那個黨內的腐敗是用政治腐敗 複合型的腐敗 這個就不是那個經濟腐敗了 就是說他的黨內有大問題 最後我覺得瓦格納的兵變 對習近平的起勢 大家講很多了 我另外講一條 瓦格納兵變對共產黨員 對解放軍的起勢 有兩大起勢 第一個你如果要兵變就一定要一幹到底奪得軍事指揮權就像一九三五年毛澤東開那個遵議會議遵議會議兵變取得最高軍事指揮權對不對 你們共產黨的老祖宗你要學 第二大起勢千萬不能放下槍 千萬不能接受招安 對不對 自古招安是沒有好下場的 舉例來說像第二次國共合作 要合作抗日 共產黨接受了國民黨的招安給他巴入軍的民意 結果呢抗戰都還沒打完就要親共就要攪共再過來到到過來就是這個北平模式嘛 北平模式這個國民黨的華北剿匪總司令輔助役 他那個手上有二十萬這個軍隊守在北平 中共跟他招安嘛輔助役放下槍慘了 輔助役自己玩井七糧就算了 那二十萬的國民黨的軍隊最後被丟到那個韓國去當炮灰 所以是什麼啟示 千萬不能放下槍 你現在這個普里格金放下槍 現在就慘了 我們台灣也是一樣 千萬不能放下槍 好我們稍後回來